日本主政黨自民黨的黨魁選戰 將會在明天投票 幾位候選人提出了不同的政見 希望可以尋求支持 其中像河野太郎 還有野田聖旨都支持同性婚姻 至於搞招式高式早苗 是打出了親臺政策 支持要建立日臺熱線來共享資訊 而至於岸田文雄是訴求要刺激政策 來緩解疫情之後的經濟衝擊 日本自民黨黨魁選戰 從十七號公布候選人名單後 正式開跑 每位候選人都各自提出了不同政見 其中特別的是支持率最高的河野太郎 再次提出支持同性婚姻 讓為LGBTQ權力發聲的活動家 對日本改變同婚的現況充滿期望 專家分析 河野除了支持同婚 也支持夫妻使用不同姓氏 同意皇位能由女性繼承 亦在拉攏改革派的議員支持 而民意支持第二高的岸田文雄 除了日前提出要針對人權問題設置首相胡作官 也打出了要以數十兆日圓的刺激政策對抗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而女性候選人之一的高市早苗 則是強烈打出親台政策 提出因應台海危機 將跟臺灣建立合作機制 包括締結海空事故防止協定 設置日台熱線 共享情資等 同時也表態支持臺灣申請加入CPTPP 至於民調支持只有3%的野田順子 除了也支持同婚 倡導女性平權之外 也中央解決日本出生率下降 人口快速高齡化的問題 自民黨黨魁選戰投票就在29號 要以這次的候選人有四位 有日媒分析 預計票數將會分散 恐怕不會有人在第一輪得票數過半 預計要在第二輪投票中才有最後的贏家 公文新聞陳盛秉